中国汽车富豪榜单上的前五位均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相关 9月27日晚福布斯中国首次发布了中国汽车富豪榜 统计了排名前25位的汽车行业富豪 这25位富豪中与新能源产业直接相关的有15位占比60% 其中电池一哥德林时代董事长曾玉群 以158亿美元的身家排名第一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舒福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建军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王传福 分别以150亿美元、80亿美元、75亿美元的身家 位列第二至第四位 福布斯中国认为宏观经济在复苏 IPO红火各方对电动汽车销售抱有越来越高的期待 导致车企股价上扬 中国最成功的汽车企业家中大多数人的财富实现上涨 闲电记者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摄影 感谢观看